复兴航空4号上午坠落基隆河搜救行动5号持续进行 上午吊挂机身残骸时发现机舱内有一具遗体 使空难罹难者人数持续攀升 而部分罹难者家属上午前往失事现场召魂 长命哀期 台北市代理消防局长吴俊宏表示 上午7点起已出动60名潜水员 60名消防人员和33艘船艇 来回在基隆河搜寻失踪者的下落 但仍有11名乘客下落不明 我们等一下会再改变搜寻的方类 就是我们会到昨天那个拦截点 在彩虹桥那个地方来继续搜寻 来潜水搜寻 因为据报可能当时有那个乘客 从机身里面就已经飞出来了 所以可能会很早就漂流到下游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船艇的搜寻的幅度 已经拉到大家段那边去了 民航局人员表示 失事机头已被压扁和货舱客舱挤压在一起 已看不出机体完整性 再加上水域能见度低 增加搜寻的困难 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 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川急 而且它里面的水域的水是完全浑浊 零能见度 所以在搜寻上面困难度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另外黑盒子已于4号晚间巡获 北安会最快6号就会公布黑盒子解读内容 了解失事主要原因 即上58名乘客中有31人是陆客 因此中国大陆将协助调查 这也是台湾空难首次有大陆调查机构参与 另外大陆海协会副秘书长邓紫超也在5号抵台 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台北报道